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在一间阴森的旧房子里 每天切药 熬煮 过滤 接着用药水给沉睡的妻子泡澡 最后 再将一袋袋沉重的药渣扔进垃圾桶 这些枯燥的动作 余辉已经日复一日重复了整整三年 确切地说 只差三天就满三年了 余辉坚信 三天之后 她的妻子就能醒过来 跟她一起回老家 夫妻俩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去过年了 家里人都很想念他们 下午 余辉照旧出门扔药渣 回来的时候 她发现家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正是这位不速之客 彻底打破了她的一切美好幻想 故事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余辉居住的小区楼下 有一家阴森可布的照相馆 来这里拍照的每一位客户 不仅一脸死气 还都穿着颜色灰暗的衣服 只有一个红衣小女孩 是这里唯一的亮色 老板问小女孩要不要拍照 可小女孩毫无反应 只是眼睛直直地盯着照相馆的玻璃门 门口站着一个小男孩 但是在小男孩眼中 面前的不是照相馆的玻璃门 而是一扇紧闭的铁门 小男孩似乎从门缝里 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急忙追上走在前面的父亲 小男孩名叫祥仔 今年八岁 他的爸爸名叫阿伟 是一名便衣警察 父子俩刚刚搬进这个小区 这里还有一个月就要拆迁了 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往外搬 只有阿伟父子是唯一的逆行者 因为租金便宜 穷困潦倒的阿伟 便带着儿子暂时搬进了这里 刚到楼下 祥仔就发现 天台上有个诡异的小女孩 正在跟他挥手 正是照相馆里的那个红衣小女孩 红衣小女孩让祥仔感到莫名的恐惧 楼管大爷领着父子俩 走向他们租住的房间 路上遇到的一切 都让祥仔内心的恐惧不断加深 灰白的墙面 空荡的房屋 被前主人遗弃的破旧家具 散发着城府又死寂的气息 这时 黑暗的过道中 走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老管大叔告诉父子俩 他叫于辉 是留守在这里的唯一老住户 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 于辉至今没有搬家 相再发现 于辉的身后 跟着那个红衣小女孩 两人应该是妇女关系 简单收拾之后 阿伟父子真是住了下来 由于警局工作繁忙 阿伟经常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相再发现 于辉妇女就在他们家对面 小女孩经常通过窗户盯着她看 这让相再更加害怕了 吃饭的时候 相再忍不住将小女孩的事情 告诉了爸爸 阿伟告诉儿子 他是一个男子汉 应该勇敢一点 根本没必要害怕一个小妹妹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 相再又在楼道里遇到了小女孩 想起爸爸的鼓励 相再决定勇敢面对 好在小女孩并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想和她一起玩 小女孩把翔仔带到楼下 那家照相馆的门口 翔仔这才看到 那扇让她恐惧的铁门后面 隐藏着一家灯火通明的照相馆 随后翔仔就失踪了 阿伟下半回家 累得蒙头就睡 一直睡到深夜十一点 才发现儿子这么晚没回家 焦急的阿伟立即敲开楼管大爷的房门 问他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 大爷表示没看到 只是神圣叨叨地说了一句 快去找吧 再晚就找不到了 阿伟在小区里找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儿子的身影 他想起翔仔提到过余晖的小女儿 心想 或许两个小娃娃正在一起玩 所以忘了时间回家了 于是阿伟敲响了余晖家的门 门开了 一股浓烈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阿伟赶紧说明来意 余晖却告诉他 自己根本没有女儿 更没见过他的儿子 他还说 自己的妻子正在养病 不希望有人打扰 说完 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身为警察的阿伟 凭直觉认为余晖很可疑 或许儿子的失踪就跟他有关 在此之前 他就觉得这个邻居很古怪 余晖几乎闭门不出 就连窗户也是时刻紧闭的状态 屋内总是蒸汽弥漫 玻璃窗上凝满水珠 除了出门购买生活用品外 余晖每天都会下楼扔垃圾 大大的黑色塑料袋 装着满满一包东西 里面还会流出恶心的棕褐色液体 第二天 阿伟趁着余晖下楼扔垃圾的功夫 偷偷撬开了他家的门 溜了进去 拉开浴室泛黄的玉帘 阿伟惊讶地发现 浴缸里竟然泡着一具 没穿衣服的女尸 女尸的眼睛一直睁开着 很明显没了呼吸 就在此时 余晖回来了 并从背后打晕了阿伟 没过多久 阿伟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旁边轮椅上坐着 已经穿戴整齐的女尸 女尸正是余晖的妻子 电视上正在播放 她身前的录像带 余晖则忙着熬制药水 给妻子泡澡 阿伟质问她 自己的儿子在哪 余晖坚称 自己没有见过小孩 阿伟很生气 背起椅子 似乎着冲向余晖 余晖只好举起 手中的倒药杵 砸晕了阿伟 等阿伟再次醒来 发现余晖一直在细致 又病态地照顾着妻子的尸体 除了给她熬中药泡澡外 还会给她梳头化妆 陪她说话 晚上则和尸体 一起同床共枕 相拥而眠 余晖的行为 让阿伟感到毛骨悚然 在余晖的幻想里 妻子还活着 还能跟她对话 余晖告诉阿伟 妻子名叫海儿 他们俩是中医大学的同学 后来 两人相爱结婚 日子过得非常幸福 可是在三年前 怀孕的海儿得了肝癌 孩子留了 海儿自己也沉睡过去 阿伟觉得余晖一定是疯了 海儿的脖子上 有一道明显的压痕 明明是被人掐死的 阿伟大声质问余晖 是不是她掐死了自己的妻子 可余晖却辩解称 是妻子让她这么做的 妻子说 只要每天给她用中药泡澡 就能杀死癌细胞 三年之后 她就能重新醒过来 跟余晖再续前缘 海儿还跟余晖约好 等她醒来 两人就一起回老家过年 余晖告诉阿伟 现在距离三年之期 只剩下最后三天时间了 为了防止阿伟捣乱 她会一直绑着对方 只要时间一到 妻子醒来 自己就会放阿伟离开 让她去找儿子 阿伟自然不相信余晖的风言风语 但是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她发现对方确实不是什么坏人 余晖除了每天细心照料妻子的尸体外 还会耐心细致地照顾被绑的阿伟 给她喂饭 洗澡 接尿 接阿伟不舒服时 还会给她针灸 三天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第四天 余晖起了个大早 给妻子仔细梳洗了一番 又给她穿上最隆重的新衣服 满怀期待地等她醒来 可是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了 海儿始终没有清醒的迹象 就在余晖渐渐失望的时候 敲门声突然响起 原来 阿伟三天没有去上班 警局的同事察觉到异常 上门找人来了 警察询问余晖 有没有见过住在对面的阿伟 余晖只好临时编了一个理由 称阿伟到澳门赌博去了 警察走后 余晖变得焦躁起来 她拉起妻子的手 不断呼唤对方的名字 很快 她发现 妻子似乎重新有了体温 余晖奋极了 干净取下阿伟嘴里的毛巾 松开阿伟身上的绳索 准备放她离开去找儿子 但阿伟却告诉余晖 同事们都知道 她没有赌博的爱好 话音刚落 大队警察破门而入 将余晖抓了起来 余晖被抓之前 还在拼命要求阿伟相信自己 就在余晖被带走的那一瞬间 僵硬的海儿突然扎了一下眼睛 可是没有人发现这个小细节 海儿很快就被警察 装进了铁皮棺材 送上了灵车 随后 灵车扬长而去 被抓进警车的余晖 看到了这一幕 不顾一切地挣脱了束缚 追了上去 她已经等了一千多天 只要再过几个小时 妻子就会活过来 她不能任由妻子 被当成尸体处理掉 可余晖刚刚挣脱束缚 跑到大路上 就被一辆飞速驶来的汽车 撞倒在地 当场毙命 与此同时 棺材里的海儿 挣扎着动了动手指 眼角滑落一滴眼泪 她似乎感应到了丈夫的死亡 也彻底没了动静 两个小时后 夫妻俩的尸体 双双躺到了法医的手术台上 尸检结果表明 海儿虽然三年前就死了 但离奇的是 皮肤和舌头一直都有弹性 头发和指甲也在照常生长 更离奇的是 两个小时前 尸体似乎有了复活的迹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搞清楚真相 阿伟找到了余晖夫妇 身前相识的一位医生 医生告诉阿伟 六年前 余晖癌晚期 拒绝住院治疗 三年后 余晖带着妻子来到医院 检查身体 医生发现 她的癌症 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 余晖声称 是中药医好了自己的病 不幸的是 她刚刚怀孕的妻子 也患上了肝癌 为了进一步治疗 两人只好打掉孩子 但是余晖坚称 自己不相信西医 拒绝让妻子住院治疗 之后 医生就再也没有见过 他们夫妻俩 阿伟又来到余晖家里 查看了海儿 生前录制的所有视频 阿伟这才发现 余晖真的没有说话 海儿曾用三年的细心照顾 救回了重病的丈夫 谁知三年后 悲剧再次降临到 这对痴情的夫妻身上 这一次 两人角色互换 爱情经历了一次轮回 可是就在苦难即将远去 幸福触手可及的时候 阿伟的意外闯入 让夫妻俩残存的蜥蜴 彻底破灭 回家这条漫长且孤单的路 终究还是没能走完 好在故事没有就此结束 死亡之后 余晖和海儿的灵魂 一起来到那家照相馆 原来 这里竟是王者 告别人间的最后一站 夫妻俩牵起红衣女孩的小手 她就是两人打掉的那个孩子 有了父母的陪伴 小女孩终于露出了笑脸 她跟阿伟的儿子 翔仔挥手告别 一家三口拍了一张 美满的全家福 接着 翔仔走出照相馆 回到了爸爸身边 三根治回家 以炸裂的创意 讲述了一段 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这也是田成看过的一部 将爱情描写到极致的电影 如果我们站在主人公 余晖和海儿的角度 就能够深刻体会到 那三年的孤独 黑暗 绝望和恐惧 但他们都一往无前 并最终熬了过来 为的是换回爱人的重生 这种生死不离的决绝 或许就是爱情原来的样子吧 我是田成 下期见